後面其實做外交所得知道 其實武士運動對中國外交最大的傷害是 知日派群、知日派的外交官 全部都變成賣國者 所以這其實是對中國 後來在對日外交當中 會比較沒有彈性 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武士運動之後 會打倒賣國者 所以任何比較了解日本 熟悉日本 即使沒有賣國 都很容易被貼上標籤 就是說那你就是賣國者 所以導致在後來的中國政府裡面 內部的外交官當中 日本氣那一派 我之前日本氣不是指親日 是指比如說留學日本 或了解日本 或是熟悉日本事務的那一群外交官 慢慢就出現在權力之外 比如說他就沒有權力 真是不敢講話 因為你一講就會被貼標籤 就會變成親日 就變成一親日就會賣國者 就是很麻煩的事 所以我說 其實武士運動對中國外交是 還是很大的傷害 雖然說民主主義 民主意識被凝聚了出來 然後大家 愛國主義也打到最高峰 但是老實說 愛國主義不能當反思 很多時候的國際現實 還是要很多外交者 還是要很多技巧性要去攻 可是問題是 唯一武士運動所造成的 知識的那一派外交官 全部都喪失掉 又或者是他們已經沒有影響力 這其實對後來的中國外交其實很少 其實各位可以看晚明的歷史 當民主主義太高的時候 其實當你內憂外患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所趨勢 晚明就因為民主主義太高 所以明明知道 國內有嚴重的流口問題 卻不敢跟滿足引力 因為你只要一憶就是賣國 那其實對國家也不見得是好事 因為你全部都只剩一條路線可走 就好比武士運動之後 中國幾乎只有西風 那沒有日本那一個 那這邊的東風指的就不是日本喔 指的是波爾森維克 波爾森維克 所以後來日本那條路線就斷掉 其實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要請注意 知日派的外交官不等同於賣國者 當時候的學生就是這麼樂